阿嬤 在你普通的專訪 她又靠電話跟別人說 一定要想看 當然喔 這是一種相信你 我沒有靠電話給你賣這個 我又靠電話 就很多會講的情人說 妳的阿嬤是要叫大家看嗎 妳都不知道 人家是靠幾天的電話給妳選團 說她的孫子要集電視 是呀 妳現在知道妳阿嬤有多聽妳 她後要好好友好阿嬤 嗯 佳玲就是最聰明 親切講的講到的重點 可以教女兒就是像妳這樣 少鋒 妳不是已經出去了 還回家做什麼 我回來拿東西啊 免得妳連問都不問我 卻把我的東西都丟光了 是說現在家裡沒有人 我沒辦法把妳放進去 買妳就連工走過來 那如果沒有 妳出去了 我再帶妳走過去 妳不要再影響我們的生活 這樣就對了 看了我走之後 妳們過得挺快活的 不過我告訴妳 妳都是義時的 尤其是妳高英俊 妳年輕的時候做了那麼多婆生 沒道理晚年生活能過得這麼滋潤 妳可千萬別以為妳的晚年生活 真能母此子交共享聽 門都沒有 當我晚年名字過 輪不到妳來幾點 我看妳不是來拿東西的喔 妳是來酒菜我的喔 是又怎麼樣 好嗎 妳已經離開了 也不需要再給大家 補給我拍片小狂 我拜託妳 剛說兩句 不要補給自己沒辦法回頭 要我回不了頭人就是妳啊 張家麟 自從妳回來了 夜家人上上下下 所有人都想著妳 是妳破壞了我的婚姻 張家麟前面破壞妳的婚姻呢 張家麟跟我跟妳一起 曹清淋酒 張家麟跟我 張家麟跟妳一起 曹清淋酒 是妳做不到的事情 妳做錯誤 想塞給別人的心手 那妳不要 是妳其他歡性的意思 就都沒有嘛 不要再跟她說了啦 記者在等待 我們快點下去 不要浪費時間 在這個訪動的女人的心手 行啦 今天很感謝邵峰和紫綺 來接受我們的采訪 不僅是讓我們對大業集團 有更親密的事實 也要跟他們對台灣 正在想要改變的 歸心和企圖心 紫綺 我剛才在那後台 有聽妳媽媽說 妳做得那麼大婚姻 這是真的 這是我的興趣啊 我媽媽很大婚姻 這樣我們現場有準備一台婚姻 可以請妳跟妳爸爸 做會表演四周年段 我沒問題啊 好個四手連壇 父子情深啊 葉小峰 妳要拍紫綺 跟妳一起上專訪 那妳其他孩子 要不要順便安排一下 老弟 妳有的人去保留所在 別在這裡影響著這部的情人 笑話 自從我離開葉家以後 妳們四個人跟一家人一樣 同進同出 我有話要是不趁這個時候講 妳們會理我 我告訴妳啊 妳們現在看到的一切 都只是假象 葉小峰葉子齊 四手連壇 父子情深 那都是葉小峰為了選舉 裝出來的假象 回禮 小峰 妳還記不記得 我們大陸也還有一個兒子 妳跟我領證沒多久 就有了他 妳跟葉子齊 一起上節目 曬父子情 妳有沒有想過 我們的兒子 也需要父親的關愛 葉子齊 至於葉家上上下下 所有人都寵愛於一身 我的兒子 我的兒子 卻過得像孤兒一樣 憑什麼他要受家的對待 你怎麼會這樣做 自從我回到葉家 表明身份之後 你們就處處刁難我 我把孩子接回來幹嗎 跟我一樣受苦嗎 高雲雀 你不用在媒體面前 表現出一副大法 開米的樣子 其實妳就是個 唯利是圖的婆婆 一開始 妳也嫌棄張家麟了 後來妳知道我的八字 妳怎麼沒辦法望邵鳳 妳就處心機遇了排擠我 想方設法 讓張家麟跟邵鳳複合 換我的合理 別再跟她的朋友 先說這個 恩子 妳是怕葉子齊受影響嗎 快別傻了 她可不像妳想那麼單純 這位優秀的葉子齊呢 她就是葉少峰跟張家麟的兒子 她一回來 我這個後媽就被趕出了葉家 你們不要看她 人前優秀有乖巧 人後可是一肚子壞水了 她不僅會拿橡皮筋毯 還會把青蛙放在我的房間裡捉弄我 害我摔倒差一點流產 妳們大家不要這樣合理我不會說 沒有這件事 葉子齊 妳自己說 有沒有這件事情 有沒有啊 你不要拉我 主持人都沒趕我 妳憑什麼趕我 要我走也行啊 葉子齊 妳過來 妳過來 妳自己對著鏡頭說 我說的是不是事實 那件事情妳有沒有做 妳跟我說實話 如果妳該說謊的話 妳爸絕對選不上立委 妳說啊 妳說 快說 欸 合理 妳不要對我好戲去擋手 在家裡 妳過來幹嘛 難道我說錯什麼了嗎 妳給我讓開 妳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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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讓軟啊 妳要再說實話 誰要說實話 對啊 子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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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欣妳喜歡這 子欣 我考試總科醫師 檢查的結果 她是即興白血病 妳現在可以使用口服藥做治療 不過最好的辦法是接受骨髓移植 怎麼會這樣 子欣從她回來到現在都一直好好 好啊 怎麼會用一種即興白血病 那不是檢查不對嗎 環境上星期有原因發生 來便宜做健康檢查 檢查的報告 如果自己的內容是一樣的 應該是沒問題 這裡 子欣 我要去看子欣 請問我跟她去看我好事 可以 醫生 麻煩妳替我們安排檢查 我們每一個人都不會相比對她 麻煩妳 麻煩妳 阿姨 我們安排的手機還是我的手機 來 湘湘 骨髓移植都快出來了 移植出來了 移植跟志成的移植 跟自己是不符合 我們兩個人也是一樣 所以現在子欣還可以做口服治療 一邊我們是海外捐證者 那是怎麼回到 子欣不就一世了 怎麼會看 吃油要過像我 不會啦 最好 一定要有海外捐證者出現 妳不要忘記了 提供 唉呀呀 怎麼了這是 不是應該一家團員了嗎 怎麼眼前一片愁雲產物的 快點 老弟 老弟 你也是做老妈妈的 把人给云的朋友 带到家里 重新必行 你一个离了婚的女人 带着孩子 住进我家 还有我有家归不得 我为什么要对你客气 看老天爷还真是公平啊 我儿子得不到父爱 你儿子 也别吓得他 老弟 是我欺负你的孩子 你儿子得不到我儿子 我儿子得不到我儿子 但是孩子是不孤的 你批评了一个不孤的孩子 和他的健康的观生球 你敢不敢提供 我儿子出发你了 你把我跟孩子 都在大陆 让我一个人抚养 他不无辜吗 他的健康不是健康吗 如果老天爷 真要惩罚一个人 他第一个要惩罚的 就是你 你结果不公平的爸爸 接着就是高云圈 这个老想凑合你跟张嘉玲的帮凶 和你 我现在没心情跟你搭水公 请你先离开 好啊 那我就先告辞了 过两天 我再来看看你们的进展 和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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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代表的孩子 是紫棋 刚被告辞的兄弟 没抓到 他可以捐骨髓给紫棋 我拜托你 叫他去做比对好吗 不可能 你明观天 你都不肯告什么 不肯告辞 如果是别人的孩子 我搞不好 二话不说 立马就答应了 张嘉玲的儿子 灭谈哪 老弟 我可以拜托你 三天 和你的好心意 看看 你刚刚对我 那是什么态度啊 我问什么 要跟你三天啊 刚才是 我受过专家 才会对你更无聊 请你不要跟我认识 张嘉玲 你也太现实了吧 我需要帮忙的时候 就对我大小生 你一见到我就感人 现在需要我帮忙了 又对我说这样的话 你都不怕 你会害死你儿子啊 张嘉玲 我拜托你给我盖啥工 我拜托你给我盖啥工 想都别想了啦 我一定要趁这个机会 好好给你个教训啊 不用 我跟你的相反反 你要弄孩子 你去啊 你现在作非就求你儿子啊 我会让你儿子不要听你的 我会告诉他 你让我受多少委屈 我会请他 听我出一口气 我相信我的孩子 他有他的良心了 他没关你 把这件事都没关 你试试看 我倒想看看 他到底是听我这个亲妈的 还是听你这个 从来没有关系他的爸爸的话 这儿没关系我 你到底什么状态 我去这个条件了 我们只能配合你 你说 你什么 我让你去死啊 你能去吗 你能去吗 你说啊 你去啊 不能就给我闭嘴啊 不要以为家里有几个臭钱 就什么事能解决 老娘不乐意 有钱也是你们家的事 老婆你想要怎么做你跟我说 你想要服务就不服务 你想要出去 我让你出去 但是我拜托你 给我的好心 让你有这个机会 不要想到白雪变的结果 我拜托你 我拜托你和你 我拜托你好不好 行行行行行了吧 别那么也好妈妈博取同情了 就是你耶 就是你成天在业家晃来晃去的 我跟寿风的关系 才会被你祸成这个样子啊 现在想要奇迹 来求我啊 你做梦吧 想要看奇迹 求老天爷去啊 诶 恒丽 吃点口 你别去啦 你如果现在均匀 恒丽自己对你竟敢不客气 别去啦 我没要紧啊 只要可以丢自己 我什么事情都愿意去吃啊 你去无路应啦 你去寿风 表现他对寿风还有感情 寿风去讲 没听到 他还有酒店的空间 你说的 你去祸 没有你啊 我来说 你去祸 我去祸 你去祸 你去祸